大家好,我这条影片是特意为我一个专栏,就是一个儿童的广播剧,做一个braving的,澳洲,你看到这只树虹,这只树虹是我们有张床褥的,是这个牌子叫Kiola树虹, 那他在床褥就送一只树虹仔给你,那为什么要做些这样的东西呢,那比较真一点,因为我其实都出过两只儿童碟的以前,就儿童的广播剧,那我在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刚刚转换我的侍奉的工厂, 也都那几个月就要毕业,神学毕业,其中一个导学写诗的神学,那时候有一个毕业论文都要写一篇长文,所以有几个月就停了, 也都有些空间,我要公开的,去多谢一位教会的弟兄,就是Lawrence Lai, 在香港的,现在他也是香港的,和他太太,那他太太有份,他们是支持我,那时候就出了两只碟, 不是只是就这么说支持,是课金的支持,才可以出这两只碟,那有机会才给大家看那两只碟,那我就放在教会,那是一个, 最初是一个,那些教会呢,每个暑期不是有暑期试经班的,那我开始写这些儿童剧呢,就是在那些暑期试经班五日那样,那暑期试经班, 那早上一开始是怎样呢,那我就写过五分钟,或者是多少少的剧,就是连续剧来的,五日的,那都很成功的,那些小朋友呢, 就是看完第一天,第二天呢,哇,他赶着叫妈妈,快点,爸爸妈妈,快点送他回去看儿童剧, 很吸引,就是找一些儿童剧一起做,那后来就发展到,就是有个,有个,有个,有个剧目,那叫Crossy Boy的,那我创作的一个角色,那就找一些儿童剧去做,那样, 甚至是录音,那些专业的录音,那些专业的录音,那专业的演员和歌手,那样,去,去,去做了两只儿童的广播碟,那样,那样,那样, 那样,都是有连贯的,那我要说这个背景,那时差一点,就想把这个, 放在一个剧场那里,即是,连续,可能十几二十次的一个, 剧场那样那样,那时候都,都不是很多人做这些,有人鼓励我做的, 那那个就是,许树玲,许树玲就是,他自己是那一档, ,是,现在识单位的一个剧场,那时候,他鼓励我做, 但是其实要钱,要时间,后来我又再回到教会那里木会了,我就没有时间了 但是就一直都有一个心,间不时都会去教会那里去做这些儿童的报导 不是个个知一样东西,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做一个剧叫ABCD 那个剧就有点像许冠杰、许冠文很多年前的《雙星报》剧,两个人而已 不过只是广播剧来的,两个角色讲,是我原创的,也是我完全自己演绎的 唯一难的就是没有音乐,因为要做完音乐,太多事情要做 但是第一次就算了,那我就自己去创作这些剧,可能每次几分钟 那这个剧呢,我想想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有几个目的我想做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除了说自己有兴趣 因为,应该这么说,为什么我做呢?就是有一些兴趣的成分 因为我们做儿童剧呢,扮声啊,想啊,做了是很有成功感,很好玩 那有时有点是有点发泄,就是说一些平时不会说的东西 天晚行空会说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当然啦,大家看一个剧的时候呢 譬如你听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哇,为什么有些东西搞那么无聊呢? 那么所谓无厉头,那其实你一定有一些轻松的元素,或者是很有趣的,一些声音啊 或者是一些表达方法,讲一些话题那样,就是很孤独的 但是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再看而已 但是呢,这个有趣的就吸引到这些小朋友听 那其实我会放一些品格的元素,譬如勇气,譬如信心,譬如互爱 也都有信仰的元素,但是我通常就不会看 是很明显的,譬如说有些儿童剧呢,我当时做过一些收集 就发觉有些儿童剧呢,就是很明显的 譬如那些角色的猫猫狗,那些这样呢,会讲话的 接着呢,就说,我帮你祈祷啦,这样,哇哇,这样 就是说,我不太顶得顺,就是,当然你是用一些所谓动物去play角色啦 但是,就是,不是很真实啦,还有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觉得OK 大一点就已经不太接受这些剧的了,就是这些角色的了 不如你去听这些,要念这些,看pingu更好了,是不是 pingu、大家可以看清楚觉得很正的 最近有Tom & Jerry,没关系很正的 不许怎样加提私信个姿向的形体动作,那个是不太低 tú 但是你那个广播剧,就要搞少少少,有趣, 还有把这些元素放进去,就使小孩在前面密化,去吸收到一些东西。 每种这些儿童剧,或者儿童的文学,你都是有个年龄的, 我很多时候写的,我比较擅长的,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班, 他开始理性思维,情感都比较完整,他明白的东西多了, 其实如果小一点都听到,他可能有些东西不太明白, 但是他的气氛他会喜欢的,所以如果你说下限,就是小学一年班, 那时候我搞儿童这些东西,有些高班,就是幼稚园高班那些都可以的, 低班就可能不太明白,因为我那些人物是真实人物, 就是A和B,我那个A和B,我会解释一下,但是是一些人物来的, 真实人物,两个小朋友,去对话,去剧,这样的角色, 那上限是什么呢?上限大概就是高少, 因为其实你到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 就是如果你说在这边学制,就是五、六年级, 那你那些小朋友其实已经是大小朋友,就是一个少年人, 那他会厌恶一些超低B那些, 刚才那些什么猫猫狗狗的祈祷那些,他顶不住, 但是如果你真实人物,你那些对白,你说的话题有意思, 其实是OK的,他都会吸引的, 那所以呢,那 range 是小学, 那你说中学大人那些,听我的方法就不是追剧那样听, 就是你觉得都挺有趣的, 听下这个怪叔叔,怪牧师, 那怎样去将这个剧去讲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都,你自己躲起来听, 但是都OK的, 因为说那些不是没意思的, 甚至可能是一些, 有时大人会觉得好像很难讲的东西, 比如说,苦难那样, 你说怎样可以在这个剧里讲, 我觉得没问题的, 就是你要重一点这些想法给他, 但是用一个轻松一点, 或者一个小朋友的角度去体会, 那其实呢, 我都欢迎大家呢, 就给一些意见我的, 因为我每一次可能有一个题目, 比如勇气, 或者厨房, 或者是美术室, 什么都好, 或者corrola, 就是每一次有一个题目, 接着就两个人在那里讲话, 那可能会有第三个角色, 或者第四个角色, 那这个就买了关子了, 构思当中, 但是呢, 我希望这个剧呢, 有个互动,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刚才我说了, 家长可以想想想, 比如你说, 想用, 想说honesty这样, 一个诚实这样, 想我去整一集是做这件事的, OK的, 你看看《雙星报》的电影, 每一次都, 独立都可以的, 不一定说很连贯, 就是那些十八号司座, 我会做到的, 我会尝试做到的, 所以, 譬如说, 你如果万一, 不是万一, 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 你给他听, 他又喜欢听, 那可能你想教他一些东西, 我可能可以将个剧放进去, 因为这个故事, 这些话剧, 盛在信息, 这些小朋友很喜欢听的, 我也有很多, 那时候有些小朋友fans, 是的, 他们觉得很有趣, 就会追听的, 会追听的, 越小的那些, 他会听到多少次的, 就是说, 剧十次的, 那个故事, 很喜欢听的, 很有趣的, repeat的, 你知道, 就是越小的小朋友, 他透过repeat, 去感受那样东西, 学习那样东西, 所以, 第二个互动呢, 第一个互动, 家长可以参与, 第二个互动呢, 你可以叫小朋友, 去留言的, 你可以帮他留言, 或者, through email, 我会把email出来, 可以去, 你家长去帮他表达一些东西, 或者他画个公仔给我, 那是很好的, 甚至如果画个公仔来, 想就不好了, 露念就不好了, 但是如果他画个公仔来, 那他想我在那个, 剧那里去展示出来, 是好的, 可以的, 那, 欢迎, 是的, 那, 说了这么久, 我是想家长知道, 我要做这些事情的目的, 最后一个目的呢, 我是最近想到的, 因为呢, 现在很多, 尤其是香港, 就是广东话, 始终是香港的语言, 那很多香港人, 会去了不同的地方, 就是各地的, 都会多了香港人, 其实呢, 我在澳洲是明白的, 就是很多第二代的小朋友呢, 如果你和他谈广东话, 他保持到已经非常好, 如果你说要学中文, 懂得写, 是挺难的, 尤其是他越小就越难, 如果他小学, 一年班, 都可能会失去中文的写作, 或者看, 但是如果大多一点, 那他才来呢, 都可能会继续看到, 但是未必能写到, 那所以, 其实, 这个题目就是说, 我如果用这个genre, 就去承载, 去一个广东话的, 传授给那些小朋友呢, 那可能是好的, 我那些广东话是很地道的了, 香港式的广东话,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广东话是最标准的, 是清音的广东话来的, 那我希望, 在这里做了一些贡献, 那很多人不知道, 我有这个, 这个侍奉的, 就是儿童的一个工作, 我也都觉得, 来了澳洲, 好像很难做到的, 因为英文环境, 不是太发挥到的, 但是, 现在有这个channel, 让我想起, 就做回本行, 讲播剧, 那希望能够, 就是做到一点点东西, 也都希望大家喜欢, 那如果你真的喜欢, share给小朋友, share给你的家长, 留言, 鼓励一下, 表达一下, 好, 那我的解说在这里, 应该很快有第一集的了, 那第一集见啦, 拜拜!